還沒到開店時間 外送的訂單 已經讓十家紅夫妻倆 忙得不可開交 有許多饕客 就是非得要嘗到 這魂牽夢迎的好味道 腿褲比較有的特色是 它滷得也滿入味的 然後它的皮筋肉 其實都有在一起 那咬起來比較有口感 比較有特色的話 就是譬如說 像它的那個滷肉飯 再加一顆半熟蛋 把蛋的蛋黃的汁液 淋在那個飯上面 吃起來飯又有一些 蛋黃的一些甜味 這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有 特色的一個地方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 那個滷的豬腳 也是皮Q 然後肉滿嫩的 也很入味這樣 能夠征服饕客的味蕾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雖然是平民小吃 十家紅對於細節 還是相當的要求 滷肉飯的前置工序 就連紅蔥酥 也都不買現成的 它堅持每天都要現炒 選用富含油脂的油絞丁 搭配紅蔥酥 蒜酥 豬絞肉 慢火翻炒 必須要滷到上色入味 過程相當的費工 這種東西都是 都是幾乎都是要用很小的火 它只要等它滾 但是它這個 等一下火比較大 就是一定要下面要嚼一下 不然我很怕它下面燒焦 下面燒焦 這鍋就沒什麼用了 滷肉呈現火魄色 油亮晶透 就像是珠寶閃耀著光芒 呆呆的滷肉 散發陣陣誘人的乳香味 淋在白飯上更顯得誘人 滷肉入口即化 底下的米飯香Q又吸飽醬汁 還曾獲得國宴滷肉飯的殊榮 就2019年那一年 剛好就是在選舉嘛 大家都在講滷肉飯這個話題嘛 營業到一半就是有人來找 是要去參加那個國宴的 那我就想說好啊 反正以前讀書成績那麼爛 這輩子可以跟那個 上國院跟總統 拍照一下也好 石家鴻笑稱 自己從小就不愛念書 他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也可以上台 接受表揚的機會 以前在學校 是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 念了氣修科 原本想學個一技之長 但卻發現 這並不是自己的興趣 那一年他才三十歲 因為對做料理很有興趣 決定北上到西餐廳當學徒 這一呆就是十年 可是我發現西餐如果要創業的話 我難度有點高 而且資本的可能也要很高 而且我阿公他以前就是做滷肉飯 那我就是他又傳到我大伯 可是我大伯後來就是 他退休沒人接嘛 這方面如果要創業會 入門檻會比較好做 如果要幹擬你 我不去 我不會這樣做 我不會這樣做